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免費訂閱 給我讚好 分享 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我們的會員 之前因為太忙 拍片比較少 可能一個星期只有一段 但接下來這兩個星期剛好都會在香港 因此盡量可以拍到 希望兩個星期內有五條 甚至他沒有機會拍到六條片 因為很多事情想說 勞力時又快出新款 不同牌子 不同牌子 有些我都未說得及 因此都很想說 還有Vintage系列 新標系列 還有各樣夾雜系列 很多都未說 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說不如說這隻 說這隻 如果要說 或者有標在手說的話 一天說三四集很可行 沒有那麼多 時間 但盡量會 做多些 希望回饋觀眾聽眾 亦都是 35000訂閱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東西送給大家 未來兩個星期會搞 今天講這隻是 Roger Doobie Excalibur 或者Spider 有很多朋友 之前叫我講一些新的 Roger Doobie 其實我是想講的 但就 趁不同的時機 或者不同的 編排去講 因為我主要講Roger Doobie 變成這種樣子之前的標會比較多 因為他現在整個牌子已經跟以前 我所講的Roger Doobie 或者大家在 十幾年前認知的Roger Doobie 已經是完全 我敢說是兩個牌子 因此就差很遠 而他舊款那些標 無論叫我怎樣說也好 無論我在Roger Doobie認識多少朋友也好 真是很划算 因為舊款那些 有Geneva Seale 日落下印記 得到各方面的 得到一個中間團體的認證 不是自吹自擂 這件事很重要 他的樣子又喜歡 又有Roger Doobie先生 臨死之前 他的靈魂設計 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在裏面 不過 不停懷面 以前也沒有意思 因為那些東西他不再推出 如果你看到有的 價錢是對的 不用想的 立刻去買 我很贊成 買舊款的Roger Doobie 但是 沒有辦法 他現在不會再推出 推出就推出這種樣子 或者未來一些另外的樣子 而價錢 亦都是 瘋了 你也不需要再想 以前那些 為何可以定價十多萬有隻的 想都不用想 其實是兩件事 我覺得 官方自己沒有說 亦都沒有特別 在Richmond裏面有說 但是我認為他跟 林寶堅尼合作的這堆東西 其實他是有 他有少少想說他自己的身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林寶堅尼絕對不是傳統的汽車 或者賽車的競女 他的歷史 不是拉里 不是波子 甚至 可以比較 當然你說新 不是新格 也不是舊 幾十年 但是你跟拉里那些 真的差很遠 說錯歷史 其實Roger Doobie就是這樣 因為他歷史不太悠久 在集團裏面 你想Roger Doobie 本人也是死了不太久 他集團裏面 真的玩得很久 很簡單 郭斯丹頓 很久 Roger Doobie雖然是 鹹魚翻生 但鹹魚翻生 他也有 之前那條鹹魚給他翻生 因此 幾長時間 甚至 在十年前 或者十年二十年前 你覺得他有一個很新潮的牌子 Panerai 都是鹹魚翻生 但其實 鹹魚極 在異戰的時候已經有這個東西出現 雖然是軍用 但是Roger Doobie真是由Roger Doobie搞 真的不是那麼長歷史 但他在不是那麼長歷史裏面 都可以 爆上去 都可以彈上去 跟林寶可能他認為 是身世相同 大家都好像 不是傳統 歷史的炸 而是突然 憑實力憑努力爆出來 因此就找他合作 現在林寶大家知道 不離大小偶 他亦有大小偶 這隻就是小偶 Huracan 大偶 阿凡塔托 你自然也知道 大偶貴於小偶 因此這隻也是入門版 Huracan的一隻 手錶也有載車的味道 我在裏面一會說一下 我自己想了剛才那個 如有 不是這樣的 是個人意見 因為他身世相同 就跟林寶搞了這堆合作 其實 我想先說一下 整個欣賞的角度 不是 光說標 很無謂 說什麼多大 什麼防水 那些 其實這種戰鬥灰 我認為他亦都稱為 是一種這三四年 很流行的顏色 流行在競賽上 包括當然是汽車 其實你看這些車也是 由以前的2000年代很喜歡銀色 慢慢 又喜歡黑色白色 然後就灰色 而這種灰色 或者再深一點的灰色 是極受歡迎 你看到很多人這輛車 本身不是 這個顏色 可能是黑色 紅色 黃色 喜歡Rap 很多都Rap了這種 不同的光譜下的 戰鬥灰色 因為事實上是一種很酷 金屬 很窩 好像去了德國的感覺 那些水泥天橋 或者去了 蘇黎世機場 用水泥做 做工業風的感覺 在賽車也很流行 在單車也很流行 在競賽的東西也很流行 因此放在這隻手錶裏 其實整件事是很競賽 亦都很適合這隻手錶整個設計 像機械人的感覺 有肌肉感 很強的線條 配合灰色也很棒 加上它是用鐵鐵零去搞 鐵鐵零本身就是這個顏色 整隻手錶因此 很灰很灰很灰 機心灰 國殼灰 條帶灰 當然條帶其實是可以換的 不過它的帶不是那麼便宜 當然 買齊十條在這裏 紅橙和綠青藍子 優勢都可以 但十條帶可能是 五六萬元 因此 看看會不會這樣玩 不過亦都這樣說 買Roger Dubia是兩種人 賣以前舊款那些是 很喜歡 那個年代的Roger Dubia 或者覺得很划算 你問多我十次 我都說很划算 現在買新款那些又是另一個 玩法 因為它的價錢實在太瘋了 這一錶 說明細偶 Huracan 入門 入門多少錢 這一錶是 Escalabar Escalabar的Spider裏面最便宜的那一隻 因為它的價錢 是由40萬零八千到六十多歲不等 你沒有聽錯 現在是六十多歲不等 而40萬零八千是最便宜的那一隻 這個在集團裏面已經是 瘋了 因為 不是 朋友可能會馬上說 可能這個系列很貴 有沒有一些便宜系列 是沒有的 藍莊最便宜就是這隻 因為就這樣Escalabar是更貴的 因此 40萬零八千是今時今日 你想買一隻 Roger Duby 入門的藍莊要付出的 Price 當然他有時候會出一些款式可能是三十多 四十多五十多 看那期那個期間限定完美 但40萬沒有走雞 今時今日你真的要買一隻 新款 他定價是要40萬 起碼定價是這樣 當然 二手這些我認為更加適合 因為你不是買一隻 新款的AP Wall 港大那些 那些他可以派給你的 或是港式安頓 4500V 藍面 黑白地 當然是廢話 派給你新標 當然是去買 但這些當然買二手 這隻標45mm都相當巨 因為他的機心是要這麼巨 用他 清和 Roger Duby合作 和林寶合作的機心 整隻標很有林寶引擎的感覺 後面有輪圈的軟軟軟軟軟軟軟 整件事好賽車 亦都是旁邊這些位置 很多朋友很喜歡 有點像 AP1159那些 玩法 其實不要說AP1159 其實 看邦那些標很多都是這樣 魔作道B也是這樣 半樓空了 旁邊的這些腳 我覺得他的殼是一絕的 這是藝術品 你說40萬貴不貴 見仁見智 但他給予你的品質 就沒有拿樓攤 因為有些標 他是賣100萬 或者 不止100萬 但他的造工是沒有100萬 他只不過價錢100萬 舉例 舊款的 Vintage努力士 我很喜歡 但他的質素 不會是一隻 你不是買的質素 買一隻263 買一隻色仔面 買一隻1675 什麼都好 他的價錢甚至你買一隻 16520也好 他的質素反映不了價錢 整件事和 價錢和質素是無關的 當年幾千元的 一隻標或者幾萬元的標 他在賣拍賣就算拍到 幾百萬也好 有些特別的面 他的質素不是 他只不過是 稀有性 炒上的價錢等等 而這些標 例如這隻Roger Dewey 他的質素是 似一隻幾十萬的標 我不是說他值四十萬 但他是似一隻幾十萬的標 實事 都要說 真相 你有時候一隻標 甚至你五七一六面 這個例子 他絕對不是一隻幾百萬的 質素的標 因為他定價就是 三十萬二十萬 差不多的標 的標 不會因為他的表面是 以前藍色或者白色 現在變成綠色 突然之間 貴了十倍 完全是炒作 甚至是Tiffany面 等等 當大家買標的時候 要知道這隻標的價錢價值在哪裏 你可以買炒值 因為你可以薄它升 或者你投資 但如果你只買Quality 這些標 就似幾十萬的標 但你也有些東西要投訴一下 他的入力 就不太看到 其實在下面這個位 這件事 有好有不好 時間 這隻標因為他真的很灰 有時候我找回時針秒針去哪裏 都要一兩秒 這件事也不是特別好 另外他的快刷系統 是有快刷系統的 但沒有 其他你玩過的快刷系統那麼好 例如IWC或者HUBO 我覺得是比他的快刷系統好 不過他 積極的地方是在於 即是他連那個 扣都可以快刷 我就可以快刷給大家看看 扣也是類似彈弓的東西 扣也是類似彈弓的東西 即是Richard Mill 扣也是類似的 因此你有時候換 錶帶的時候最麻煩就是換扣買米 他這件事就 這樣刷下去 一反就是 這件事 他不是Runit 但也不錯 整件事 是一隻相當不錯的手錶 運動感很強 有阿均特拉 有林寶堅尼等等 而這些錶 我相信在一段時間後 玩厭了就沒得玩 為甚麼 因為現在車很多都是電 即是有Hybrid 也好 純電也好 引擎這件事 十幾二十年之後 慢慢會飛歐 當然十幾二十年有牌 十幾二十年在很多市內 都有牌 但在錶裏面是很快的 你現在拿一隻九十年代的地通拿出來 不覺得很舊 或者黑十出來 不覺得很舊 就好像昨天的事 但其實你想想三四十年 因此錶很快 因此他之後林寶 如果要轉電車 或者他再不跟林寶合作 簡單來說 不理你甚麼牌子 你很難再用引擎 去講這件事 譬如 甚至 捷克炮 這個名字很帥 他也有 跟不同的車合作 那些引擎又怎辦呢 這就要再考慮 我可以預視一段時間之後 當引擎都沒有的時候 當然沒有 他也出得太多 他這個機身當然 R&D RD630 這個機身當然你設計出來 當然要用回差不多才能回到本 60小時的動力儲存 這個機身 不會那麼容易 10隻8隻就回來 但他現在在玩色 就開始玩到有點悶 你戰鬥灰 然後又黑色又白色又 又五顏六色又粉藍 粉藍Huracan 其實你很難給到一個原因別人 他買了一隻之後再買另一隻 我已經有一隻灰色的 你叫我買 多隻 粉藍色 OK 我真的買多一隻 我怎麼買第三隻 他跟購物不同 購物有投資價值 有炒值 這些是沒有的 這次 培養新的客人買這些標 不是那麼容易 而舊的客人 不停購物 都比較困難 而現在Roger Dobe 和以前不同 我都說了 現在他不是以前那種玩法 他玩很潮 很運動 基本上沒有Jazz Watch 也沒有了很複雜功能的東西 他現在複雜功能有沒有呢 陀飛輪那些 但以前我們見過 逆跳 萬年力 甚至如果我沒有眼花 他現在連計時錶也沒有 因此就不同玩法 功能又不是多 款式又不是多 變化又不是多 投資價值又不是多 你又如何叫人家買得多 一隻起兩隻紙就基本了 一件事可能要想一想 第一件事 第二個意見就是 其實雖然他這樣整個牌子變成另一個牌子 我分析一下他的玩法 因為他以前Roger Dobe 可能比較尷尬 或者經常有些跳樓貨 死貨等等 他反正想做一個 完全是運動化比較強的牌子 不如就用Roger Dobe 以前這個肩膀延伸下去 去改 Jerada 重新製造一個牌子 好像就容易 但因為你的風格完全不同 以及價位 以前也不便宜 但現在是瘋的話 其實他的步驟要做 但他沒有做 當我這樣說可能很瘋狂 但其實這個預算不需要很多錢 就是拿筆錢出來 在市面上 把以前的 那些舊的Roger Dobe二手 掃毀他 然後保留他 當然這個 不是這一刻做的 要做就之前要做 因為他整個牌子已經不同了 基本上 我可以說 現在在 標壇裏面 他差不多是最頂級的 價錢入門的大牌子 當然你不要說 independent 他那個人是 他開的價格 或者他真的做那麼少 比較集團式經營 或者比較有規模公司經營的 牌子來說 他的價錢很瘋 他比 三巨頭還貴 一隻藍莊錶 就是這隻 40萬多8千 說入門的藍莊錶 都不會定價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40萬8千 他20萬30萬有的 VC有 AP有 盧力士當然有 盧力士藍莊錶最便宜可能是 Orsumbre Petro 定價幾萬 不要說這牌子 你說任何牌子 寶基 寶柏 十大以前傳統的 芝柏 JLC 剛才三大都說了 朗格 都不用40萬起跳 因此他是 很瘋狂 很瘋狂 有沒有人賣單呢 我相信是有的 What I Do Be 不知道為什麼 大陸那群粉絲很喜歡 大陸可能是他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但他們叫羅傑道比 我經常說這個牌子叫豪爵 不是羅傑道比 但他們喜歡這樣叫 整隻錶 就是這樣 質素是有的 故事是有的 unique的 不會認錯另一隻錶 有故事的有內涵的 機身真的專門這樣製作 真的有賽車的感覺 又真的有Huracan 又真的有這種灰色 又真的有些 帶用Pirari那些 派在你 大家有車就知道什麼叫派在你 車輪的 膠來做 就是冠軍車輪來做等等 很多gimmick 但是 價錢我始終去到這個時刻也好 才會有這個錶也好 你叫我真的 買多幾隻或者 買不同款 真的有點吃力 我怎麼都會買二手 因為一手 比較難去 理解這個價錢 他的款式 萬變不離其中 我再說一次 顏色是漂亮的 也是 真是漂亮的 再次重複那個Pont 就是很難為了 顏色不同 在同一款買多一隻 因為他的款式 不是真的那麼多 譬如他是 Escalabar的Spider 就是那些星橋 另外就是普通這些林寶的合作 也有大小吼等等 主要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什麼特別版 什麼原著武士也有 例如你購入 購入是最悶的 你可以買GMT 再買Submariner 再買Yarmaster 一二 再可以買 Explorer 一二 再可以買 Daytoner 再可以買多一隻 Dayjust 買Daydate 雖然勞力士那麼悶 樣子那麼相似 是不是 IWC 我可以買一隻 大便士多幾種 Pilot 可以買大小Pilot 計時Pilot 一隻 然後製作兩隻Engineer 不同樣的Diver 這個 潛水系列 又可以買很多 但是 Worcher2B 真的很難買到那麼多 Anyway 他的產力也不多 亦都是 向高端發展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介紹 戰鬥灰的這一隻 亦都是 可能已經是 不知不覺 例如有 大家找到其他答案 告訴我 即是 如沒有 看錯 已經是市面上 入門門檻 最貴的 大公司 或者大牌子的旗下的一隻 藍莊牌子 今時今日已經蛻變成這樣 跟大家說這隻Rawc就到這邊 多謝各位